阿斯匹林预防心血管病,该怎么吃? 来看看医生怎么说,阿斯匹林有预防心梗、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 却也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由此来看,阿斯匹林是一把双刃剑,药物也不是保健品, 何况保健品吃多了对身体都会造成危险, 因此关心病患者在服用阿斯匹林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遵医住。 不要让这个救命药成为了夺命药, 而且阿斯匹林不是一种预防性的药物,它并不具有预防作用。 如果家里的老人觉得年纪到了,体检没有什么健康问题, 但却觉得该吃一点阿斯匹林,预防一下脑梗、心梗, 于是坚持服用,反而导致健康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因为阿斯匹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出息, 如果严重的话,甚至可以威胁生命。 服用阿斯匹林应该注意的问题, 医药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你本身有基础病,尤其是在胃肠道或消化道方面, 如果你有长期的慢性胃病, 需要一直吃药或者有胃黏膜出血的现象, 要问过医生后再服用此药物。 如今老年人大部分有高血压、血糖高、高血脂的现象, 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后, 再决定你能否服用阿斯匹林。 二、严格遵从医嘱, 俗话说是要三分读, 任何药品都要在医生的医嘱下服用, 但如果你已经被确诊了有关心病, 或者做过了心脏支架、心脏搭桥手术等, 那就要按时坚持服用阿斯匹林了。 不要觉得自己感受不到身体不适, 觉得最近恢复的挺好的, 就擅自停药, 除非你已经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如果出现吃吃停停的现象, 会有发生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三、注意尿酸监测。 使用阿斯匹林对痛风患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它还可以影响尿酸的高低, 多剂量的阿斯匹林对尿酸的排出, 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 相反, 小剂量的阿斯匹林对于尿酸的排泄有抑制作用, 严重时会诱发痛风的发作。 然而我们平时用于治疗关心病的阿斯匹林, 正是小剂量的阿斯匹林。 所以说, 痛风患者在需要使用阿斯匹林的时候要格外注意, 一定要慎重。 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测尿酸的数值, 如果发现尿酸的数值有所升高, 最好停止使用此类药物或者更换其他的药物。 四、关注出血状况。 若确诊脑梗或心梗, 需要长时间服用阿斯匹林了。 但有人会说, 吃阿斯匹林之后你要小心大出血, 出血可就完了。 阿斯匹林在预防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当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阿斯匹林对于确诊脑梗, 心梗的人能让他们活的时间更长, 但长时间服用容易对消化到造成损伤, 进而造成出血的现象。 虽然概率很小, 但是也会有的病人出现脑出血的现象。 其实这些情况是可以进行预防和避免的。 医生的建议是, 首先早上可以看大便颜色。 对胃肠道的损伤是阿斯匹林常见的副作用, 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要观察大便是否出血或是否为黑色。 其次是要保持与医生的联系。 定期做复查, 查一查血肠规, 肝肾功能, 防止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然后, 尽量选择服用阿斯匹林常溶片, 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药物对胃肠黏膜的刺激。 对于已经确诊脑梗心梗的阿斯匹林的使用是不可缺少的。 阿斯匹林, 青霉素和安定被认定为是世界三大神药, 对我们人类的长寿做出了贡献, 帮助人们对抗心梗。 那么,阿斯匹林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阿斯匹制药功效最大的药物, 其实产生于我们身边的柳树。 也许原始人就发现了柳树皮具有止痛的作用, 在神农百草经中, 也有过对柳树有止痛作用的记载。 医学道路上的发现都是充满意外和惊喜的。 其实神药阿斯匹林和毒品海洛因的发现, 都出自于同一个人, 那就是德国的化学家弗利克斯霍夫曼。 与此同时, 他也被称为天使与魔鬼并存的人。 1897年, 他通过将水阳酸乙鲜化得到了纯净的乙酸水阳酸, 对阵痛作用效果很好, 也没有很大的副作用。 于是他把乙鲜化的方法用到了麻菲这类药品上, 就得到了海洛因。 海洛因的诞生仅仅比阿斯匹林晚11天, 然而在当时, 人们把海洛因也誉为神药一般, 效果好, 甚至还给儿童服用。 直到19世纪才被人们发现, 海洛因在使用后最终还是会转化成麻菲, 具有成瘾性, 到了1930年才被彻底禁止。 阿斯匹林的作用, 阿斯匹林口服吸收快而完全, 主要在小肠上断, 在一到二小时内即可达到峰值, 大部分会和血浆蛋白结合, 游离的可分布在各组织器官内, 能进入关节腔、脑脊液以及乳汁中, 有25%以原型油肾排出, 剩余的在肝内代谢后油尿排出。 小剂量的阿斯匹林影响血栓的形成, 因为它抑制了血小板中的COX-E, 减少了血栓素A2的形成。 阿斯匹林的不良反应, 一、胃肠道反应, 会导致胃酸的含量升高, 造成恶心、呕吐等现象。 二、凝血障碍。 小剂量会抑制血小板, 长期的大剂量会抑制凝血霉源的合成, 可以用维生素K预防。 三、水阳酸反应。 发生水阳酸反应的原因, 是每天服用的剂量大于5克, 常表现为高热、脱水、 惊觉、昏迷等。 出现这样的状况应该立即停药。 静脉低碳酸钠减化尿液。 四、过敏反应。 出现皮疹、 巡麻疹、 血管神经水肿, 甚至出现过敏性休克。 还可诱发哮喘。 哮喘可用肾上腺素治疗。 五、 瑞士综合症。 严重的肝功能损伤和病脑症。 因此, 十岁左右的儿童或者患流感的, 的水痘的都要禁用。 可以选用对鲜胺积分。 阿斯匹林每年的销量有几亿片, 关于阿斯匹林的传奇还在续写。 但它的诞生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不断进取的结果。 虽然它不能包治百病, 还有一系列的副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它在治疗心梗, 脑梗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我们在服用阿斯匹林的同时, 也一定要谨遵医住。 定期复查, 那才是真正的对身体好。 更多关于阿斯匹林和心血管疾病预防的现代研究。 近年来, 有研究指出, 阿斯匹林在特定人群中的预防作用 可能不如先前认为的那样显著。 对于没有心血管病史的人来说, 长期服用低剂量阿斯匹林的好处, 可能被其出血风险所抵消。 阿斯匹林的预防效果, 在老年人群中尤其需要谨慎评估,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 出血的风险也会增加。 阿斯匹林的其他应用领域, 阿斯匹林不仅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还被研究用于减少某些类型癌症的风险, 例如结肠癌。 在某些情况下, 阿斯匹林也用于治疗风湿疾病和其他发炎性疾病。 对于特殊人群的考虑, 孕妇服用阿斯匹林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 医生可能会建议低剂量的阿斯匹林 来预防特定的妊娠和病症, 但这需要在医生的严格监督下进行。 对于有过敏史或哮喘病史的人, 服用阿斯匹林前应谨慎, 因为它可能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或加重哮喘症状。 在生活方式上的补充建议, 为了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建议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保持均衡饮食, 规律运动, 控制体重, 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 定期体检, 及早发现和治疗高血压, 高胆固醇和糖尿病等潜在健康问题, 也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 最后, 强调阿斯匹林并非万能药物, 其使用必须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 和医生的专业建议进行, 遵循医生的指导, 定期进行医学检查, 对于维持健康和预防疾病至关重要。